大家好,為了迎接新的一年 今天是最後一天,2015年12月31日 早上我們在這裡做個早餐 當然罐頭不少 貓叔今次吃這個罐頭 這罐是咖啡機在蘇聯 烏克蘭買回來的豬肉 豬肝醬罐頭 一開始我以為是午餐肉 但原來是豬肝醬 豬肝醬最好用來做什麼? 查麵包 開了開了,裡面就是這樣 實實的豬肝醬 聞起來呢 我感覺到肥仔 肥仔的味道 現在弄來吃 半罐頭回來的 但是多少錢? 謝謝 4 港幣 4 港幣 4 港幣 煮了一個Bad Poutine 即是英國的豬肝醬 肝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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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肝醬 黑的 我把照片放在這個位置 鮮肉腸有青紅焦碎 香口一點 沒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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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香腸 最後呢 就是炒蛋 用了Double Cream 去炒 加Double Cream 香很多 不用用牛油 已經有很香口的味道 還有那個滑 即是萬一你失手 煮老了一點點 雞蛋都不會搶頭 這個豬肝醬 我發覺有100個肥仔放進口 湧入我的口裡 如果有朋友去烏克蘭的話 都叫他買回來試試 其實還有沒有其他罐頭 只剩下蝦 玩什麼 貓醬不吃蝦 如果有朋友去軟行的話 買什麼手信 最好當然是買罐頭 又放得又成 吃了肚子 有肚子 又不會說阿病 吃最好 吃得是福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就按個Like 想繼續收看 按個訂閱 貓醬 準備到手 今晚見 嗯